乌克兰武装部队4号对卢干斯克市区重要目标进行远程导弹攻击 卢干斯克市区发生了多次爆炸 黑烟在城市上空升起 而根据初步的消息 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了英法风暴指引巡航导弹 周日 俄军顿巴斯前线的指挥部表示 俄军防空部队在卢干斯克市区成功地拦截了部分来袭的导弹 但一些导弹的碎片落在了市区的居民点内 有关人员伤亡和损失的信息还在登记之中 周日 在顿巴斯中线的恰索夫亚尔东郊 俄罗斯武装部队越过北顿捏次顿巴斯远河 开始攻击市区十月镇小区 俄罗斯军队将运河卡利诺夫卡分割成了两个部分 一路突击队沿着干枯的河滩绕开通往运河的布雷通道进行穿插 西郊的奥尔洛瓦地区也遭到了俄军炮火的打击 乌军占据了先前准备好的阵地进行反炮击 这是乌克兰武装部队在恰索夫亚尔东郊的最后一个据点 在恰索夫亚尔周边的区域 西裔的俄罗斯武装部队沿0506高速公路推进 俄军先头突击部队沿着公路前进了半公里 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农用无人机投放TM62反坦克地雷进行布雷 试图减缓俄罗斯军队在威区的进一步推进 此外 俄罗斯军队在恰索夫亚尔南役也开展了积极的行动 在克雷西耶夫卡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恢复了对215高地的攻击 这个高地是恰索夫亚尔南役的最后一处自高点 今年冬季高地成处于俄罗斯军队的控制之下 但在春季的战斗中被俄军放弃 作为恰索夫亚尔东北役 俄罗斯武装部队正在波克罗夫斯基方向扩大了进攻线 在阿富杰耶夫斯基方向 俄罗斯武装部队袭击了沃兹德维任卡交局 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积极防御 因为沃兹德维任卡定居点 是波克罗布斯克康斯坦临诺夫卡高速公路 重要的输涌节点 周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法国解放报采访时强调 乌军近期 组建了14个新旅 但西方装备只满足3个旅的需求 还有11个旅需要新的装备 俄罗斯专家观点 目前基辅准备无条件的谈判 也就是说 乌军需要通过谈判 争取时间 稳定战线 基辅可能试图无条件地将俄罗斯拖入 马拉松式的谈判中 并恢复自己的军工生产 在条件成熟时会卷土重来 凤凰卫视 陆宇光 一万 莫斯科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